好 中間就麻煩你到這裡 中間麻煩你到這裡 很開心 很久沒回香港 差不多半年沒回香港 和家人見 好像小別城新婚 新婚那種感覺 很甜蜜 還有Xavier 他一見到我 就衝過來 來疼我 真的很掛念他們 雖然在內地工作也很充實 其實家人我發覺原來真的是最重要 回到來又可以充電 因為之前在內地前半年 是沒有怎麼休息的 所以又回來可以充電 又可以見家人 所以很開心 本來其實工作都還沒完 但我真的要推 因為我覺得家人真的很重要 我特意推起來那一年 推工作 因為戲就一定推不到 所以幸好就是 他是過完年之後才開 所以其他工作就真的要退 所以就 我這半年已經很充實 對我來說 多賺 很厲害 這半年已經差不多 做了我一年的工作 你老公有沒有責任 他沒有 他這次我回來他都很開心 因為 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次這樣離開 反而回來好像 兩個好像新婚一樣 我也覺得 變婚好像是初戀那種感覺 我有 可能更加會珍惜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還有 對 更加會享受 珍惜 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真的太少機會見 那這次回香港會逗留多久 應該去過元年 月尾左右就要離開 因為回去要拍一部電影《七三日》 《七三日》 對 內地的一部電影 拍完之後 都會有上一些中美 還有一些廣告的活動 但五月六月份 就會回來拍我電影工作室 第三部電影 之前見你往上山在家騎馬的照片 不是我家 就是豪宅的地方 我就很誇張 因為其實那個是 不知道 有些網友這樣說嗎 那個其實是我做一個直播 做一個直播 在杭州 有他們的老闆 借了別墅出來拍攝 有些粉絲 全部都是我的粉絲 那個馬主 知道我很喜歡馬 他就特意車兩隻馬過來幫我拍 他特意車到來的 車到來的 但我突然看到新聞 我說為什麼這麼誇張 他說我別墅簽的 大家不要誤會 我說我沒有別墅 我說我沒有別墅 我沒有房子在內地 我在內地都是住酒店 今次上去就會租地方住 因為太長時間了 對 有點誇張 有些人誤會你 又以為你懸浮 對 又沒有的 不過這些流言飛語 我現在都習慣了 就當一個娛樂新聞 大家看完開心就OK 好 然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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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